蜀蛇 属蛇的人遇见财运旺盛的时候需要努力奋斗 加油赚钱 他们对事不会记仇 也不会有隔夜的仇 即使当天欺负了他们 第二天他也会当作没发什么什么事情一样对待你 这种脾气的人 11月多福多路多财运 横财遍地往往会被人贵人看中 贵人会帮助他们会扶持他们 生肖牛生肖牛之人一一月喜迎人生转烈点 事业从此飞黄腾达 有望改变之前一段时间横财运平平 颇感心累和烦躁的情况 等机遇一来财富属不清 生活定能非常的幸福 同时对于个别属牛的人而言 接下来三天 饱受官不幸碰到碎破盘跟凶星影响 引起健康运势方面 不是太好 多留神关节无力的问题 同时对于部分朋友而言 状态不好 容易莫名发火生气 抽出时间来旅游一下 能换来好心情 生肖马生肖马的他们 不仅11月以后霉运统统消散 假如抓劳此番时机 被好麻袋请装钱 小日子风生水起 一扫之前二个月事业运平平 生活艰难的现状 另一方面生肖马之人 接下来三天饱受官 不幸碰到碎破罐所杀心作祟 造成健康运势这一方面不理想 要留心肩颈疼痛的问题 同时对于个别人来讲 心火旺盛 变得脾气不好 酒别喝太多 还要注意酒后不开车 生肖基属技之人 人莫比较宽广 从来不会主动占别人便宜 11月审辩官碰巧有 侠喜即兴重点关照 等时机一来 运势踏上新台阶 倘若抓劳好运 有横财加深 定能马到工程 此外 属鸡之人 接下来一个月会进入全新的领域学习 获取更优质的资源 同时也应明白 平常需要多多思虑 以防过于狂妄自大 放弃不难 但坚持一定很酷 相信通过不断奋斗 要不了多久 人生路上都是进步的方向 生肖猪生肖猪的人 不管在大都有一些依赖的习惯 睿智大气 并且与世无争 喜欢平静舒适的生活 在11月开始 横财千万铺地 一天比一天有钱花 福运横通 横财不断来 走大运发大财 有望报复 届时运势红到流油 财运如红 若能抓住机遇 大发洋财 同时生肖猪的人事业上要更加主动去争取才容易升职或是取得理想的业绩 将来多贵人相助 晚景大幸 生肖鼠生肖鼠的人大多勤奋好学 并且勇于尝试 所以在近期大财天降 横财连发 数钱到手软 大富特富 尤其是在11月开始横财千万铺地 一天比一天有钱花 福运横通 运势转衰为旺 财气聚集 有钱又有势 另外部分生肖鼠的人虽然目前工作上多有挫折 但是通过努力提升能力并且足够坚持 努力伴随着急运 出门捡钱 终千万大奖 往后诸事定能畅通无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